这个警察叔叔正在追赶 超速行驶的无排车辆 就在他准备加速时 对方却凭空消失在了 空旷的盘山公路上 这让警察感觉到很离奇 于是将车停在路边 打算下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突然身后就出现了一个拿着枪的人 听到动静的警察转过身 赶紧举起了双手 对方示意他站到公路中间 警察有点不紧 可现在也不得不乖乖听话 抬腿往中间走去 就在这时 只听见一阵嘈杂的汽车轰鸣声 接着警察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撞飞 好家伙 原来车子配备了可以隐身的非科技 他们就是那支来自暗网的雇佣兵队伍 有人悬赏900万美金 让他们去解决一个叫科洛的女孩 以及他的家人 就在一天前 女孩科洛在玩虚拟仿生游戏时登陆的世界 竟然是真实存在的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被一个女人控制 潜入了一家高科技公司 并夺取了控制权 而当他从边缘世界中苏醒过来后 他自身的身体也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随后他将自己的疑惑告知了好友 就是进入游戏后的仿生人身体 似乎就像是身临其境一般 让他感觉到无比的真实 当角色的手掌皮肤被撕开后 里面竟然是机械手臂 如果是游戏 根本没有必要如此设计 他们可以为了更逼真 使用真实的骨骼 所以科洛觉得这个游戏肯定有什么秘密 第二天科洛上班时 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人的语音通话 接通后一个男人告诉他 现在正有一只雇佣兵队伍打算追杀女 并让科洛必须尽快登陆仿生游戏 科洛质疑对方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号码 自己的身份信息难道被泄露了 明明之前他是以哥哥的身份进入的游戏 晚上他再次来到哥哥这边 这时哥哥伯顿正在和自己退役战友聊天 原来伯顿除了爱打游戏 其实还是一名退伍大兵 科洛将白天接到的电话告诉了哥哥 伯顿先是有些不敢置信 哥哥的朋友们在听完后 也纷纷觉得是在开玩笑 伯顿认为那只是对方为了让科洛上线 才编造出的幌子 眼看和哥哥交流无果 科洛转身回家打算继续照顾生病的母亲 科洛离开后 一个战友在听说了这个仿生游戏后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决定用无人机勘察一番 毕竟作为退役大兵 这种警觉性还是得有的 没想到无人机一出手 就发现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真的有一只装备齐全的雇佣兵队伍 看见对方有备而来 伯顿几人立马做起了应战准备 他们通过手臂上的连接器 直接就和无人机 以及附近的监控设备连接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实时监测到对方的画面 接着他们拿出了尘封多年的武器 瞬间就做好了武装准备 而雇佣兵那边还以为自己没有被发现 能够快速了结对手 伴随着一声枪声 伯顿一行人迅速发起攻击 雇佣兵们被打得措手不及 没过多久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净 没想到追了几天几夜 哥哥想搞清楚原因 于是决定再一次进入到仿生游戏 找寻事情的真相 科洛带上仪器进入游戏后 竟在镜子里看见这次的仿生人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后面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说着如果对外貌有不满意 他都可以进行调整 并告诉科洛自己叫威尔 就是和他通话的人 接着他告诉科洛 希望能帮他们找到一个叫艾莉塔的女人 也就是科洛当时误以为是NPC的那个人 科洛并未应声 反而直接询问起 为什么会有人来追杀自己和家人 这里并不是仿生游戏 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科洛现在的状态 其实是处于一个被称为边缘的化身中 就像是远程灵场 随后他又带着科洛来到了外面 这里很像是伦敦 但其实又不大一样 随处可见巨大的雕塑 威尔解释说 这里其实算是70年后的伦敦 也就是2100年 科洛是通过了量子碎川 穿越到了70年后的未来 可显然科洛对威尔的解释还不太相信 这简直是太匪夷所思了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 威尔拿出了一份报纸 上面正是一份关于科洛母亲去世的副稿 写着他的母亲 将于四周后的深夜因癌症去世 威尔说虽然在科洛的时间线中 癌症无法被治愈 但在他们这边却是可以的 为了说服科洛帮他们寻找埃莉塔 威尔说他已经让人把药剂传输到 科洛世界的药店 并且还打了一笔巨款 科洛不用再为母亲的医药费发传 他希望科洛能够尽快答应他们 因为自上次后 现在又有一拨人正在追杀科洛和他的家人 随后科洛便在两人的交流中 再次返回了自己的世界 走出哥哥的房车后 他直接来到了威尔所说的药店 拿到药剂后就回到了家中 给母亲注射进了身体里 假如母亲的身体能够因此痊愈 他就决定帮助威尔找寻埃莉塔 同一时刻 另一边的警员突然在路边 看见了一杯悬浮的咖啡 用手轻轻一碰 杯子变骨露露滚落在地 警员又接着伸出手向前触跑 直接就摸到了那个隐形车子的轮胎 原来之前的雇佣兵把车子停在了这里 科洛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哥哥后 哥哥也难以置信 不过为了科洛的安全着想 他希望科洛暂时不要再登陆上行 可科洛却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明白 他必须得去到那边 为了安抚哥哥科洛坦白了关于母亲的要紧 伯顿听完后虽然很生气 但最后还是帮助科洛 再一次回到了2100年 这次威尔给科洛介绍了一个教练夫的男人 科洛询问对方假如自己没有上线 那这个仿生人会如何处理 他们解释如果科洛不上线 他的仿生人便会进入休眠 由人工智能进行操控 他们还提到了一个叫时间桩的词语 科洛表示没有听懂 威尔解释说 现在你认为的两个世界 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只是时间线不一样 而科洛那边的时间线 对威尔这边来说就是时间桩 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渠道 可以让未来的人通过暗门 进入到这些时间桩里 之前负责这些的人就是爱丽塔 所以威尔和列夫想要找到他 就是因为爱丽塔失踪后 他们失去了进入时间桩的连接 尽管也有别的方法可以进入时间桩 但那非常不稳定 科洛继续问道 那为什么你们要进入到 我这边的时间桩呢 列夫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说或许是在满足自己的求知欲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 科洛也有些不确定 他不知道这些人嘴里到底哪句真哪句讲 只是告诉对方 如果想要得到帮助 就必须治好自己的母亲 随后科洛便回到了自己的时间线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 他竟然看到了瘫痪在床的母亲 自己站了起来 好像是真的痊愈了 母女俩激动得紧紧相拥